small snow 它是一个季节 这个清明小雪立春 这个呢叫做 总共有几个 24个 叫24节气 叫24节气 所以啊 这个其实 中国人 只要他是中国人 他就懂24节气 新加坡就比较少 天天都是夏天 24节气 看到了吗 谁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make sure 你们都跟着来 因为有些人在找还在找 如果找不到的举手 我们会有专人帮你 找不到啊 你看到这个吗 你看到这个 没有没有 我们这里这里这个 看到吗 好 那你看到这个 美逢这里 这个你不要管啊 这里这里 这个字 清明有没有 有吗 看到吗 看不到的 不能够 不能够 嘲嘲了事 一定要告诉我 对了 谁叫你不拿这个 哦 因为 因为它的是大盘 大盘 那这个小盘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可以可以 大盘 你那个叫大盘 大盘 大盘的人呢 要在 右边 右下角 右中间吧 右中半吧 中半 好 找到了吗 谁找不到的举手 找不到的 你要敢举手 要不然我们讲到 毕业了 你还在小学 有没有 春分 二十四节气 里面 有立春啊 有小学啊 这叫大盘 对 大盘 右边 你要看右边 一年 大盘 没有 用十年的 大盘 用十年 用十年 好吗 有没有问题 真的不可以 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越走越远 现在 现在就是 make sure 你们都上车了 好了 OK了 那么 注意看这些字 注意看这个 OK 还有问题吗 所以你们一定要提供年月日食 要提供年月日食 好 有问题吗 有问题举手 把问题说出来 没有举手 就是 大盘和小盘 有什么不同 大盘造理 我们不给的 除非他是我们的顾客 我们要论断他的大盘 我们要论断他们的 今年明年后年的运是怎么样的 是我们的顾客 我们就会给他 那 就是说有看命啊 看风水啊 我们就一定要大盘 分析的比较多 小盘呢 就是 跟你们结圆的 跟你们结个圆 因为这个叫小盘 这个其实已经足够了 除非你问我说 那师傅 我2017年的运怎么样 哦 不知道 那我就要 看你的大盘 大盘和小盘 好 那么你们呢 YouTube的朋友 也可以在 现在是照着我嘛 是不是 现在就没必要一直看上面了 你们不知道啊 很多YouTube的投诉我的 师傅在讲话的时候 能不能叫他拍我 他想看我的脸 是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人长得 Hamson是麻烦的 如果是 刚才我讲什么 我忘记了 对 YouTube的朋友 他们 有时候呢 他们想要这个大盘 想要这个 想要这个命盘 想要这个命盘 我们 我是可以给你的 是可以给你这个命盘 不过需要时间 我需要时间 所以YouTube的朋友 如果你们也想要 这个命盘 你要加我的微信 kxmaster 加我的微信 kxmaster 就可以加我的微信 那我就 把这个发给你 你自己的啦 发给你 那你就要收住 收起来 因为以后我们上课 你可以用 YouTube的 好 当然 可以 所以那是没办法 他们在国外 美国 澳洲 这些 台湾这些地方 他们没有办法来 新加坡的就可以来 所以有时候 他们说 我是新加坡人 我们问他 你是哪里人 新加坡人 我就不发给他了 为什么你不要来 是不是 他说坐飞机贵 他家从那边坐飞机来贵 OK 清明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的运势 我的运势是在 2017年 清明 是不是清明 所以我用紫色 后十二天 蓝色的这个 后十二天 开始 就是2017年 清明 后十二天开始 就是我 踏入2017年的 第一天 所以 他什么时候 他什么 这个人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真正的 开始 第一天 所以不是在 正月初一 他是在 清明 后十二天 才是算第一天 记住 因为 有些人 听清楚 有些人是 清明 后 零天 零 那就是在 在那一天 在那一天 零天 就在那一天 好 所以你们明白了吗 好 那 比如说 这个人呢 这个人是 我的运势 是在 2017年 小雪 后 三天 开始 就是 踏入 2017年的 第一天 那么现在是 什么号 五月 初二 对不对 五月 初二 小雪 是在几月 十二 就是 冬天 对吗 现在是 什么 五月 所以他 现在是 什么运 现在 他在 什么年 2016 所以 他还 在 2016 他还是在 Monkey year 他不是在 Chicken year 他不是在 鸡年 是在 猴子年 懂吗 这个呢 冬至 冬至后两天 所以现在 我们做三个 example 大家现在有了命盘 知道怎样看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 这个是first step 你们一定要准的 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 这个人 他正月初一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 他正月初一的时候 人家 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 跟他一起 去拜胎税 童年的 一起去拜胎税 拜了胎税 回来之后呢 他的朋友 的运势 大概是 应该是二月多吧 农历二月多 有好转 有好转 但是 好了之后呢 最后就 很糟 拜了胎税 还是这样 好了之后 最后很糟 他呢 一直没有事 他就误以为 说自己 真黑 没有事 我黑 所以就说到那些 你拜神 你要用 这个 不要用那个 就说到很 因为他没有事 整个巴士的人 都有事 他一个人 没有事 你说奇怪吗 因为他 还没有 犯胎税 他要等到 冬至后 两天 才犯胎税 要等到 华人十月 他才会犯胎税的 所以华人十月 他 明白了吗 你们 是在什么季节 所以 那么 这个2017年 冬至 后两天 对不对 是在什么时候 Christmas 24号 对不对 我们要教你们 怎么计算 首先 一定要有 正觉万年利 为什么 因为 每一个人的 万年利 都不一样 每个老师的万年利 都不一样 每一个都不一样 有些说是 立春三天 有些是 立春是 出四 有些立春是 出八 不一样 一定要根据 一个老师 所教的 那我们推算起来 大家都是一样的 知道吗 就像是 现在 所以你们就会问 为什么不一样呢 师父们的 应该是一样的嘛 大家知道 指南吗 那个 road directory 那些什么 那个 他会教我们 怎么走的 那个叫什么 不是 GPS 对 GPS 对不对 为什么你的GPS 和我们下载的GPS 不一样的 对吗 为什么 不一样 所以不一样 这个 我们不需要去理会 首先呢 你就要翻开 2017年 2017年的 这个老兄 1945年的 因为他是在冬至嘛 对不对 所以他要翻开 2017年的 这个另一篇 不是正月到六月的 是七月到十二月的 这一天 之后呢 我们把它放大 我们把它放大 这里有没有冬至的 这里有没有 这边写冬至有一个 这边写冬至的谁 举手 一个而已 没有啦 没有啦 生意那么差 冬至几天 冬至几天 后 他的 小雪啊 小雪啊 小雪和冬至 差别很大 你买小雪 它开冬至 没中 你i-ban 买四扒 都没中 那没有冬至啊 还怎么没有冬至的 OK 好 那么 我们就算哦 你看 冬至 这个正决万年历 写着冬至是在什么时候 初五 会看吗 放大给大家看 初五 初五什么时候 子时 子时 那么我们就知道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这个就是冬至 懂吗 它是后两天 后两天就是一天两天 二十四号啊 就是后两天 后两天 明白吗 那么 他的运势是在 2017年 12月24号 才开始 新的一天 才开始新的一天 那个 小鸡啊 才 哒哒哒哒哒 跑来他的院里面 所以估计啊 他12月25啊 就倒霉了 就犯态税了 就不顺了 不是 对 他问的是 12月24 是不是他的正月初一 对不对 不是不是不是 是他的新的一天 你不可以算是他的纽约啦 不可以算 因为纽约的话 他就要给红包啦 不是他新的一天 就是第一天 that is the first day 真正的first day 他的运势开始 在那一天呢 我们就拿 这个丁友的盘 出来跟他算 他23号来呢 我是拿猴子的盘 跟他算 所以有时候算命呢 为什么我们会准备两个盘 不是水果盘呢 两个盘 一个是猴子盘 一个是鸡的盘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来说一下 大家 你们看着这里 看着这里 然后你们自己的是什么时候 我们试一试 讲 开口 读一下 你不要读这里 你这边是什么 你自己读 后几天你自己读 这样你们就会知道 因为有念出来 就会走进你的脑子里 记得住 来开始 我的运势是在2017年 后 开始 就是我踏入2017年的第一天 明白了吗 刚才为什么你们的 后四天 四天 四天 卡住那边 懂了 很好 寒露 寒露就是寒露了 几月 不知道的 要看万年历 要看万年历 查一查寒露在几时 然后在那边再计算 你们现在是不是 同样有一个问题 那我的是在几号 谁没有这个问题 举手 那谁有这个问题 我的运第一天是在几号 举手 那不举手的你是做什么 对 是 对